每個人都會想把自己的畫包裝得很美好 把你的批評包裝成建議 就說 欸 我沒有惡意喔 但是我覺得你應該要去整整牙齒 我沒有惡意喔 我覺得你那顆痣應該要弄掉 我沒有惡意喔 但我覺得你今天這樣看起來很醜 Hi 我是Oprah 現在是禮拜天 然後我們在桃園 而且大宿舟 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宿舟 因為昨天亂喝酒 然後導致就是頭非常的痛 然後現在呢 穿著恰恰的衣服 我們要準備下台中了 先去買個清新 太想喝茶了 因為很扯的是昨天去過的朋友跟我說就是 他們要離場的時候 外面已經有人要排隊今天的入場 因為好像有一些限定的恰恰商品吧 所以就有人要去搶我的 我覺得我真的敬佩欸 現在1點半我們才真要從桃園下去 所以我們可能4點 我抓個大概3點半4點 4點 我們才會到現場 應該還OK吧 5點開打 OK 然後因為我就是臉也要補水 所以我今天是戴Sexy Look的 這個Jolly Mask 它這個Jolly Mask我已經試用完多次了 就是還是持續在試用中 因為它有給我3個不同的功效嗎 我不知道是功效還是味道不一樣而已 就我目前用起來還沒有什麼 我特別覺得3個有特殊的不一樣的感覺 現在就先敷一下這個保濕面膜 因為喝很多酒的隔天都會口乾舌燥 然後臉也會有一種脫水的感覺 就是會很缺水分 所以你就要狂喝水 然後臉也要保濕 然後我就先敷一下 讓我的皮膚恢復水潤 沒辦法笑 男友的辦公室停車場 富麗堂皇道一個不行 我剛剛走進去想說希爾頓是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要進來停騎車去 也是蠻想要買個肯德進去求上次的 但其實不知道等一下到底騎車位 會不會非常難找 我們就是不開車 想說至少騎車 因為想說如果搭Uber去 到最後兩萬人要散場的時候 你那個等計程車 可能就要等一個半小時之類的吧 那還不如騎車 好喘喔 還在有點醉 但化妝看起來就很像一個人了吧 我們要趕快進去屋店了 接下來就是到下面爆利的時候了 那各位 下面有這一杯爆利就對了 好不好 男友要中暑了 要中暑了嗎 他剛剛吃了一個御飯糰一個茶葉蛋 兩個雞塊 兩個炸豬 吃很多啦 他這邊當BUFFET在吃 吃很多 早安 昨天真的是哭到一個不行 後來也沒有拍影片了 你覺得好像也不用拍 然後昨天其實 晚上就有收到廠商的信 就是要改一些東西 所以今天早上就要早一點錢 我本來想要泡咖啡喝的 可是家裡沒有拿奶了 所以等一下就要泡一下那個 日冬奶茶喝 然後我今天很想要吃醬油炒蛋 希望颱風沒有什麼災害 台中目前是無風無雨 可是台中通常都是 可能颱風要往上 或是離開台灣之後才會掃過去 昨天去看恰恰的隱退 我真的是哭到一個 哭到爆炸 真心哭到爆炸 昨天的那個隱退一次要開始之前 工作人員一直希望大家開飛航模式 然後他們的理由是說 這樣大家也不會滑手機或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那時候就覺得怎麼可能要求我們開飛航模式 只是叫我們不要滑手機 所以我那時候就立刻開 但是你們要滿場兩萬的觀眾嗎 還是喜喜落落聽到大家在傳LINE啊 然後叮叮叮的聲音這樣 所以其實開飛航模式的應該頂多一兩千人吧 然後今天PTT就有消息說 其實在場外有看到什麼 六十台無人機本 可能本來要排字之類的 但因為太多人沒有關飛航 所以訊號還是會被干擾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因為有可能其實根本就沒有 有可能其實只是網友自己就是 看出變故事 現在就是要煮早餐 然後今天就是要趕非常的多的片 因為我真的跟男友決定 我們國慶連假要出國完了 YA 想到出國其實我就是覺得壓力非常非常的大 因為就很怕就是 平時要趕的片會來不及趕這樣 然後其實十月份真的有點爆炸 就是還滿多廠商來談合作 真的是合得合的超感謝的 今天你們看到vlog 欸你們應該明天才會看到 欸後天才會看到vlog 反正 呃 禮拜一禮拜二都有我非常非常喜歡 我自己很喜歡的廠商跟我合作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好啦我現在要去煮早餐 YA寶寶也起床了嗎 昨天我們就先回台中 然後把他放回家裡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不可以哭喔 結果一出門就哭 他的哭聲很像消防車 這樣子哭 然後我們就趕快再衝回來 我就說YAYA喔 我就把他抱起來跟他說 姊姊跟爸爸等一下就會回來了 我們是去看球賽 明天在家裡不可以哭好不好 而且我們還有定時開冷氣給他吹這樣 就出門他就真的沒 超級乖的 怪寶寶 那昨天在球場 我就正在大叫說 因為昨天不知道為什麼 外野其實很多人是沒有位子的 就是我朋友是說 他們應該是有多算一些站位 但是我從來不知道棒球有站位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全程都沒有位子 就站在後面 然後我正在唱跳的時候 就有兩個女生走過來跟我說 妳是歐卡嗎 怎麼這麼可愛 然後有一個女生 我看她的襯衫 她應該是在摩斯打工 嗨 摩斯女孩 嗨 另外一個女孩 嗨 嗨 準備吃飯之前先敷一下 臉 因為等一下就要拍片 這10敷已經被我用到第二罐了 我自己家買了三罐 因為我覺得用來師傅效果真的很好 可是用量真的比較快 因為她墨數比較小 這個化妝水 這個化妝水之後會再跟大家介紹 那我之前一直在試用他們的保養品 你們你知道我保養品大概一個月就 一個半月用一瓶啦 那這一瓶比較特別是因為他們很早就跟我談合作 所以我很久以前就拿到過 然後中間我也有自己買他們家的其他東西 我現在雙錢必敷她 欸你沒吃 夜夜只把奶粉吃掉 我沒吃吃的 今天一大早起來她就立刻去尿尿跟大便 超乖的 可是因為昨天晚上 我們回到家已經快11點 然後她11點才吃飯 所以她昨天好像沒有大便就睡覺 今天早上補大一下 小鹿等一下就要出國好想她喔 通常今天禮拜一都應該要看懂她 有話說那天我不是拍了脫口秀嗎 就是關於我最近很討厭被問的問題 然後 留言 我就感謝大家喜歡聽我講話 喜歡聽我罵人 但是因為 好像還是有一些人 他可能譬如說他 比較不認識我 是看別的youtuber 推薦我這個影片來看的這樣 所以 有些人講的話會比較激進一點 那我真的是會直接閃掉 像有一個人就直接說 既然都說人家沒家家了 那順便叫她爸媽去撞死 我就想說天啊 這種激進跟美貓的話 我們真的不要講 就是 我純粹就跟你們 再次跟你們說一次youtube 就把它當成是一個娛樂頻道 我純粹是跟你們說 我近期遇到身手牌跟公主病 我都覺得 這些人應該要 有所改善 他的人生才會 走得更順遂 還是什麼之類的 OK 他吃完飯了 他一直在提醒我 也不會變更順遂 但我覺得身手牌跟公主病 真的就是很無糖 尤其是我是那個 被你身手牌問的人 我就覺得更無糖 但是anyway 每個人用每個人自己發展模式 好不好 大家聽聽笑笑完就算了 好 我剛剛畫完畫趕完 今天跟明天的影片 今天明天剛好呢 都是合作影片 一個是 呃 植村秀的底妝實測 那個無極限本來就是我很愛的 然後 一個是 笑初娘第一次收到合作邀約 然後剛剛收到的一個留言啊 其實我看了就是自己蠻難過的 也不會也不是難過啊 就是我覺得 嗯 他那個 他的留言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 這個只是 個力的抱怨 你不應該 特別拍一個片來 碎嘴 呃 你覺得 不對的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他說 就如同你 呃 看影片翻白眼的 反應一樣 我看完這部影片的反應 就是覺得是廢話這樣 當然一定會有人這樣想 你既然自己要把自己 put yourself out there you know 那你就應該要承受某一種的 正反面不一樣的聲音 像他就後來就留言跟我說 呃 我是因為覺得你認真還訂閱你 那既然你沒有辦法接受 各種聲音的話 那就拜拜加油這樣 我覺得這世界上啊 不是你可不可以接受各種的聲音 我覺得我這個人已經算是很難接受各種的聲音了 但是當那些是無理的要求 呃 不合理的留言 呃 不想要自己動腦的發言的時候 其實為什麼我會拍這個影片 第一個是脫口秀本來就是會有不同的主題嘛 之前抱怨過廠商發生的問題 這次抱怨我不喜歡被講的問題 那我也不會是說 譬如說標題寫說 喔我今天是要get ready with me 但其實花了20分鐘被罵的人 不是 我純粹就是跟你們分享說 我最討厭被問到哪一些問題 而且我覺得這些問題都是有解決方法的 所以我覺得我不是一個 純粹發一個負能量的影片 而且我已經盡量把它包裝著 蠻幽默好笑的這樣 我在拍那個影片的時候 心情是非常非常好的 其實你們的任何的負面留言或unlike 其實都不會太大的去影響到我 因為我自己知道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而且我以前就是做公關出身的 我覺得我的EQ算是還蠻高的 但是當他這樣講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覺得 對啊你看 每個人都會想把自己的話包裝得很美好 把你的批評包裝成建議 就說欸我沒有惡意喔 但是我覺得你應該要去整整牙齒 我沒有惡意喔 我覺得你那顆痣應該要弄掉 我沒有惡意喔 但我覺得你今天這樣看起來很醜 當你放上這句話之後 你後面的建議都不成比例了 你們知道嗎 就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不知道要怎麼跟他說 但我後來有跟那個女生說 我覺得我建議他可以再也不要來看我的頻道 因為我會繼續拍我想拍的東西 我也不覺得內部影片是廢片這樣 這禮拜真的是爆表 我前幾天又莫名其妙接了一個 就是剪片的邀約 可是那個剪片是他們禮拜五才會拍給我 然後禮拜六我要幫他剪好 而且我要幫他上字幕做字卡還有後製什麼的 他在想說哎呀錢難賺啦 多少錢賺一下 然後我最近最喜歡台灣的Youtuber 我覺得應該是Hook欸 他真的可以把業配包裝得非常的可愛 讓人非常討喜的一個Youtuber 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他 怎麼會這麼可愛 小寶貝 真的是假的 他側膛我覺得最可愛 就是他們很有安全感的時候 超好看的耶這個塗色 他也是Nailholic 我之前買Nailholic大概五個吧 都用光了 我那天用繳的是這個大瓶的Nailholic 因為我覺得繳的那個你知道 指甲面積比較大 要用比較大瓶 然後我這次買的這個小的想說拿來塗手 是BR319 我覺得很好看耶 Nailholic的 然後我現在讓自己休息一下 再看一個Netflix的自製影集 然後喝個咖啡 等一下就要繼續工作了 超臨時的開了直播 現在有112個人在跟我聊天 嗨大家 鼓一點我淚溝凹下去的那個溝槽 現在繼續濕膚簡單保養 這個我已經敷了第三瓶 就是我自己多買了兩瓶來實測 因為廠商跟我說濕膚效果更好 所以我就是目前還在實測中 之後再跟你們分享 然後現在要幹嘛 喔我這個禮拜去SOGO啊 喔我都不知道 這是我們去SOGO男友去成品買東西 然後剛好他旁邊就特賣 然後我就買了一些彩妝都超級不便宜 我買了9個東西才900塊 它是這個SUGO SUGO 的這個 絲緞感潤色試底乳 欸我先不要畫好了 先不要講太清楚 免得要手繪圖 反正我就買了他們家一系列的東西 還有這個 夾彩霜吧 就我之前很想試的 都一個才100塊 然後加上我就想說要去泰國 可以買一些防曬的 所以還買了兩個防曬 一個是Biole的 一個是SUGO的 然後還有Catrice的一個腮紅 看起來很可愛喔 我就買了 微光腮紅010 也是只要100 100 120之類的 先繼續敷 然後等一下要再敷他們家的蛋白精華 現在先擦一下這個 Aderma的乳液 不然現在變天真的很乾 話說今天台中本來一直沒有風雨 可是剛剛突然就下了一陣暴雨 但現在好像又沒 沒下了齁 好像又好 但好像台北跟新北 然後宜蘭好像比較誇張一點 希望大家都沒事 還沒有看我植村秀無極限底妝的人 實測的人趕快去看我 就是在男友家烤肉烤多久 然後妝都沒有花掉這樣 等一下老一老去睡覺了 早安 很久沒有在這個角度拍了對不對 今天呢就是要小鹿法外拍的日子 特別找了凱莉下來台中跟我一起拍 就是這一次我們兩個都還蠻期待 我們兩個每次都這樣 就是只要選到覺得你們會喜歡 我們就會特別興奮 她當然是老闆娘她會特別興奮 那我春春就吃一個幫忙的角色 所以我還是很興奮 然後現在呢就是要再煮一個蛋吃 然後中午呢我挑了一個我很喜歡的餐廳 就在我們家附近的一個餐酒館 想說去那邊吃飯順便拍照 然後呢因為最近MC快來了 所以我就不喝咖啡了 喝個日燈奶茶 因為畢竟泰國不像是日本 就是我覺得日本算是真的比較好 好安排的一個地方 可是泰國就是我已經 呃我上次是出差去 所以已經兩年 三年多沒有去了 就有點緊張 可是我非常喜歡泰國 然後這次我們要去華新 加曼國 你為什麼不起床 你要起床了嗎 好現在要準備化妝了 我現在妝前都一定會敷簡單保養的化妝水 皮膚真的透亮到一個爆炸 只是因為它的帽數真的很少 100ml 所以我現在大概 我買了三瓶 我兩瓶已經用光了 剩下一瓶然後剩下這樣 我是認真的很認真的在使復 他想要實測 然後收到Alice 我跟Jaline要聯名的美妝蛋 是三顆 而且這真的大 大齊大無比 好今天想把其中哪一個拿來試試看 之後會再跟你們分享 我覺得他用起來的心得 我覺得他基本上應該跟Jaline用起來 就是之前老師的那個蛋差不多 只是更大顆 我想要先用這個 Sugar這個綠色的適滴乳 它是可以修飾泛紅 讓肌膚有透明感 然後還說可以遮蓋出大毛孔 應該是不可能 但是we will see 很可愛耶 一個silky color base 這個好可愛 怎麼這麼輕輕 我來試試看 今天的光不會太好喔 因為我就是想說在vlog裡面 跟你們一起get ready with me 水潤 然後就是那種防曬的味道 哇 這擦起來有一點點油耶 很像是你在把油擦在臉上的感覺 提亮效果是蠻好的 有沒有這邊還是黃黃的 這邊提亮效果蠻好的 修飾毛孔我是覺得好像還ok喔 就真的好像疑似有修飾一點點 我有點害怕 可能是 我不知道耶 會不會比較適合乾肌的 它有很明確的提亮啦 但是臉真的是會有一種很明確的 有油撞在你臉上的感覺 所以這個我可能還要再試一陣子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讓我的底妝起屑還是怎麼樣 這個我是有一點害怕 目前有點害怕 好然後再拿出我熱愛的這個噴霧 已經被我用到這樣了 噴一下五五刷 然後無極限真的是偏乾的料體 所以你在上的時候啊 你們看我的影片介紹也知道 就是我都是會分區上 分區上完之後呢 立刻快速的用五五刷 把它推開來 由內向外這樣把它推開 上妝超級無敵快速 然後又均勻 我昨天就是在用我的小日記 在記說我接下來要 背多少的片 下禮拜才不用停下 那個量真的是不得了 我覺得用那個Suga的 它的這個 在妝前的效果 很明確的沒有植唇秀的好 因為植唇秀那個紫色色滴乳 是會讓你很明確的覺得 皮膚更好上妝 然後有保濕度 然後它的提亮感也很明顯 那Suga這個雖然有提亮感 可是因為它很油 然後 它的質地也沒有辦法讓你 事後的底妝更服貼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目前這樣看起來 我覺得我擦了它之後 再上我的鼻翼 現在有點推不開了 遇到這種絨妝的時候啊 就是你的妝不夠漂亮的時候啊 我現在都是狂噴那個定妝噴霧 然後再去改妝 對我真心覺得是因為那個 因為我現在臉側邊已經整個溶掉了 哇很明顯欸 我整個妝是上不去的 欸我要去洗臉了 我受不了這個妝感 我要去洗臉 好我洗完臉了 我覺得現在我是蠻苦大的 事實證明呢 就真的是很重要場合之前呢 不要隨便用新東西 好然後 因為我現在臉太乾了 我稍微用一下鞍瓶 還好我有急救小鞍瓶 鞍瓶也要被我用完 可是我昨天看那個 深痕超美水不夠王 雖然大莫素的那個 小黑瓶 小黑瓶 變成100ml是9600 真的好貴 買不下去 好我們就不標新利益了齁 我現在就是直接用這個 植村秀這個紫色 紫色的 充滿液的 我幾乎舒服又清透 而且真的是立即提亮 剛剛那個油狀真的是在跟我開玩笑 因為SUGA我真的看過很多人推薦 然後剛好那天就覺得 欸 他在折扣 就可以買來試試看 可是確實不太適合 我可能可以給我媽用 因為我媽的皮膚比我乾很多 有沒有看到 這才是正常的妝感 很漂亮又有提亮又有光澤感 然後皮膚又不會覺得 怪怪的油膩的感覺 跟剛剛一模一樣的步驟 只是換了一個妝前 水水水水 然後再看一下 眉毛這邊有沒有跟剛剛一樣卡粉 OK沒有 大會報告沒有 所以剛剛那個SUGA真的是 我之後會再試試看啦 我不會一次定他生紙 但是 之後用的時候 可能就不是這麼重要的場合的時候 再用他 可能就平常在家裡 get ready with me的時候 我可以再用用看 OK 現在狀況非常的好 整個臉都已經上完 噴一下噴我 好 讓他冷靜一下 我再去化別的妝 嗯 我想走 好像嗎 嗨 誤換心儀 又亂用成日 我現在人已經回到那個中立的家 然後我真心的是累到翻掉 今天早上就是很早起來先拍了一個片 然後呢中午跟朋友去外拍去我很喜歡的餐廳 那種小鹿法的東西 然後又去美術館啊 分子藥局啊 然後星巴克啊什麼的 就是很認真的拍攝這樣 然後現在呢 就是終於回到家已經11點了 就是準備要卸妝休息 沒有沒有要休息 要繼續拍片 因為禮拜天就要去泰國嘛 下禮拜我希望就是完整無缺的把影片上給你們 欸然後這個珍珠是不是超美 這個這個珍珠也是小鹿法要團購的 還有一個告示也超美 我就反正把它帶著覺得太美了 因為我真心的很愛很細很細的那種熟練 太粗我不要 我沒有開黃腔啦 我要很細的 OK Anyway 然後微笑戒指呢太多人問了 所以這次呢老闆娘說還有 Kelly說還有 我們就又再近了一些 反正再次的重生呢 因為Kelly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這次完全就是 純粹的就是幫朋友團購 他這次給我的團購家都比他店面跟網路上便宜 但是過了這個團購時間 他就會恢復原價了 所以就是大家自己把握好不好 我要去休息了 Vlog就到這囉 想必夜夜是幽涼涼的 OK Bye 裝點點好不好 阿裝完一滴滴滴 你都要吃光光了 我們來播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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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播客真的太偉大了 你們播客真的太偉大了 那我就自己會放慢動作 你就是一直拍 好